一觉醒来天都塌了 优惠缩水 销量暴跌 巅峰时期 销售高达2684亿的双十一购物节 如今却成了史上最惨双十一 不仅销售氛围格外冷清 商家更是惨不忍睹 就连往年最受关注的直播数据都悄无声息 这个曾经的购物狂欢节 现在却沦为了一个普通的促销日 这让人们不禁疑惑 中国电商到底是怎么了 曾几何时 双十一是电商行业的狂欢盛宴 消费者趋之若鹜 商家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 2024年的双十一却显得尤为冷清 这场年度大促销 似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 更为严重的是 年轻消费者对于双十一的热情正在逐渐消退 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网络购物 说起中国电商行业的双十一购物节 要追溯到十多年前去了 他最早是在2009年由阿里巴巴推出的 当时只有27个品牌参与 成交额仅有5200万元 这个数字放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但这却是这个购物节的起点 随后几年 双十一像坐上了火箭一样 销售额疯狂增长 2015年 天猫双十一一举突破900亿元大关 创下当时的新纪录 到了2019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684亿元 创造了历史新高 早在十年前就有人问马云 双十一会一直办下去吗 当时的马云信誓旦旦的说 双十一至少要办100年 而且双十一购物节有可能比阿里巴巴活的还要长 但好景不长 从2020年开始 双十一的风光不再 这一年受疫情影响 成交额增速骤降至26% 2021年 虽然总成交额又创新高 但增速继续下滑到8.5% 到了2022年 情况更是不妙 阿里巴巴破天荒的没有公布具体成交数据 只是模糊地表示与去年持平 到了今年的双十一 则是更加的惨淡 以往那种热闹非凡的购物氛围 如今是当然无存 连带或主播们都显得心不在焉 以往备受瞩目的晚会直播和实时交易数据发布环节 今年也已经悄然消失 电商巨头们的营销力度明显减弱 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话题讨论也寥寥可数 与往年形成明显对比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今年只有35%的消费者表示 会在双十一期间大额消费 这个数据比去年少了15% 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 双十一购物节算下来才总共办了16年 如今就已经快办不动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 现在的双十一活动从以往的一天变成了十多天 甚至延伸到一个月 购物节的时间不断地在拉长 商家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搞促销 满减 优惠券 以及跨店满减等活动层出不穷 但消费者却觉得这些活动规则太复杂 算来算去也没省多少钱 就拿今年的双十一来说 今年双十一从10月14日就开始了 各大厂商和平台都是磨刀霍霍 结果到了11月11日却发现 真没有多少待宰的猪和羊 明明平台把各种噱头 各种折扣 各种满减都堆上了 怎么就没有人上当来购买呢 说实话 在以前的双十一购物节一开始的时候 那是真的打折促销 大家都在11月11日零点准时开墙 抢到就是赚到 但是到后来战线拉得越来越长 套路也变多了 你不但要把数学学好 还要读懂36G 更要摸清楚平台和商铺的规则 否则你就要吃亏上大 有网友就说了 这些电商平台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呢 你平时卖100 双十一卖80不就行了吗 但是那些电商平台却不这么想 他们如果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噱头 还真不行 要不然 他们怎么来割14亿人的韭菜呢 不仅如此 平台这些五花八门的促销手段 对商家来说也成了烫手山芋 一些知名服装品牌的电商负责人透露 他们的销量虽然上去了 但是利润却在不断地下降 一些美妆品牌的高管也表示 他们不得不提供超低折扣 才能完成销售目标 这样下去对品牌形象很不利 倒是一些中小商家还对双十一抱有期待 他们把这个活动当作品牌曝光的机会 虽然赚不了多少钱 但能吸引新客户对小店铺的发展有帮助 然而在不少消费者看来 现如今的电商环境下 全年到处都是促销活动 双十一也没什么特别的了 甚至还有人发现商家玩文字游戏 先涨价再打折 实际并没便宜多少 家庭主妇们也变得理性了 不再为了所谓的优惠而冲动消费 双十一购物节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的重要里程碑 其独特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可低估 然而在这些独特优势的影响下 双十一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正如之前网友们所提到的 商品定价混乱 部分商家存在先提价后降价的行为 这打乱了市场秩序 购物狂欢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是对环境的压力加剧 大规模购物产生的包装垃圾和快递材料 给环卫工作者带来了沉重的清理负担 同时对生态环境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这些一次性使用的包装材料 不仅加剧了垃圾处理的压力 当然这些在一线辛勤付出的员工同样不可忽视 随着购买人数的增加 物流和仓储人员往往需要加班 工作强度也随之增大 以2022年的双十一为例 在这一期间 国内快递业务量在11月份达到巅峰 仅用8天时间便超过了100亿件快递 这也产生了大量的包装废弃物 不仅如此 自从中国电商兴起以来 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实体零售店比2012年减少了近30% 今年双十一的起伏 反映了中国电商行业的发展历程 从早期的热烈参与到现在的理性回归 消费者、商家及平台均在持续优化策略 以适应市场的变动 未来电商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同时机遇与挑战亦将并存 面对这样的困境 电商巨头们需要采取积极的策略来应对 首先他们需要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 优化供应链管理 提高商品的质量 同时加强售后服务体系的建设 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赢得年轻消费者的信任和青睐 其次电商巨头们需要创新营销手段 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参与 他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开展营销活动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为年轻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商品推荐和定制服务 此外 电商巨头们还需要关注年轻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变化 积极调整自己的业务模式和产品线 他们可以推出更多符合年轻消费者需求的旅游 教育 娱乐等商品和服务 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在成本控制和利润空间方面 电商巨头们也需要下足功夫 他们可以通过提高运营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等方式来降低成本 总的来说 今年双十一带来的痛点 不仅仅是优惠缩水和销量下滑 更重要的是年轻消费者对于购物的冷漠和失望 电商巨头们需要深入剖析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变化 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来重新赢得他们的信任和青睐 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实现可持续发展 感谢观看